今天我們過來灣仔逛逛 順便試一間新開餐廳 軒尼斯冰廳 這間是第二分店 地點是在灣仔諾克道 總店是在柯布蓮道 都是在附近 分店是新開的 應該挺新的 我想試一試 它也有自家製的出爐麵包 要留意這間餐廳是自收現金的 今天是星期日 現在是中午12時 餐廳不太多人 餐廳分兩邊 它現在只開一邊 這一邊的地方不太大 位置放得很密 看看餐牌 有經典扒餐 六十多元一個 另外有鍋器炒麵炒飯 也有下午茶餐 也有精選五餐 包一杯飲料 或是餐湯 隨便宜扒餐 老爺叫做 粟米脆脆魚柳飯 奶茶跟餐 不知加六元 老爺這杯咖啡 是跟餐的 這些圖案如我所料 粟米脆脆魚柳飯 我叫做乾炒牛可 三叫的 吃乾炒牛可 當然要辣椒油 這個辣椒醬 就這樣看 牛可的色澤很漂亮 又夠油潤 是完全對路的 它的河粉厚薄適中 條條分明 好夠鍋器 夠熱 牛肉 也不算細夠 美人照鏡 老爺 老爺 老爺說牛肉 一定要用粗蛋粉 煮粗蛋粉 煮粗蛋粉 沒問題 只要粗蛋 老爺說牛肉 有少少少沙打粉 魚肉 算好了 我覺得 都可以 都叫做夠軟 有洋蔥 有芽菜 有芽菜 它的奶茶也不錯 夠茶味 又夠順滑 老爺說 它的咖啡也不錯 很夠 香港的乾炒牛河 是世界知名 也很好吃 那些河粉 它這間也炒得很好 有些焦香味 牛肉就不再說了 這個當然是 要這麼軟的 你當然要用梳打粉去醃它 但是時間上下很重要 你不要太久 如果打完風 第二天就醃得過了火 那些 軟軟的 梳打粉的味道 就殺不了 其實呢 最重要是芽菜 我覺得 這邊的師傅 比較保險 芽菜 又落早了 所以變了這麼熟 一般有些師傅 都是炒完 整份食物之後 淋起 把芽菜放進去 兩下就起 怕芽菜出水 所以很多時候芽菜是生的 生的不重要 好吃的 這是我們香港的特色 師傅比較保險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吃生的芽菜 生的芽菜很爽 這就是施覺法 不過來講 這個乾炒牛河絕對合格 而且都很高分 這個粟米 叫做 魚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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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過 淋入一個粟米芡 其實就是粟米肉粒飯的變種 香港人來說 這個味道我們很熟悉 從小到大吃 碟頭飯都是吃這個 魚柳炸得很脆 但是裡面又不乾身 淋入一個甜甜的粟米醬 這個醬汁 拌飯就一流 我那次聽過的前輩說 就是他們茶餐廳的米 是要混合的 怎樣混合呢 自己怎樣混合呢 有新米有舊米 不知道 有些複雜到要混合五六種米 家校不知道是不是 據說這樣吃飯才好吃 他的飯也不錯 埋單總共130元 是沒有加一的 來到這裡 大家都想著 這間餐廳也不錯 食物又好吃 食物又不錯 食物又不錯 不知為什麼 我一路坐這個卡位 我全程都是全身不聚財 我生氣地看位置 量一下 原來兩個手蠟 兩個手蠟都不夠 我就問老爺 我說 我不夠坐 老爺你夠不夠坐 他說 我夠坐 你拉屁股大 說我拉屁股大 通常卡位當然好坐 這個卡位真的是我錯過 那麼多卡位 是最難坐的 全程吃飯我都坐得不自在 當然有點不服氣 回來量一下軟尺 我隻手兩欄 14吋 那就是說 那張椅子 14吋都沒有 好 我量一下我家 這張椅子 超過兩欄的 都有15吋 那你說 我拉屁股大 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有興趣 測試一下自己 是不是大屁股 不妨去拜訪一下 這間餐廳 怎樣過來呢 就是在灣仔 港鐵站 A1出口 出到來 就見到落黑道了 過馬路 斜對面 就是餐廳 不妨去 不要走 大家有沒有追蹤我 Instagram 有空來看一下 我有很多生活的點席分享 就是這樣 ID是RedBokeet118 多謝 字幕志愿 感谢观看